我們都知道你的錯話叫公兵阿淵 到底為什麼叫公兵阿淵 其實我不是公兵 我是憲兵 憲兵 對 憲兵其實就是忠貞 對國家 對元首忠貞 不管現在換了什麼黨 我們就是對國家跟元首忠貞 那現在為什麼大家都叫我公兵呢 是我們賴主席 那時候在提名我的時候 他覺得民進黨創黨以來 第一次由里長選立委 所以里長這個是蠻基層的 他覺得公兵也是一個軍隊裡面最基層的 那他又是一個開疆劈土 然後一步一腳印的往前進 所以他希望就是給我公兵的精神 然後一步一腳印 去把這個永和的藍綠的結構 慢慢的鬆動 如果我們不把藍綠的結構鬆動的話 那永遠永和就是堅困選舉 對 那我知道你好像有上書給賴清德主席 是不是 那可以說一下這個過程嗎 因為當初就是我問了這個 我們的現任議員跟卸任議員 還有以前的這個立委參選人 還有一些地方示身 那大家好像議員沒有那麼強烈 那我就毛箭自推 然後希望說我們永和這邊需要繼續 派我們民進黨黨員出來參選 因為在我的想法裡面就是很簡單 每一次都有增加票數 那我們應該是屢敗屢戰 而不是說就是因為這樣子失敗 雖然票數增加 但我們就放棄 這樣的話對我們基層的這個黨員士氣 會慢慢的一直下降 所以我覺得一直接棒接棒 接棒到最後 我覺得就會慢慢讓那一種藍綠的板塊 會有一些改變 但是就是大家尊重的 在這個民主演 這是一個位置 有一個吧 這位置在這位置 是太守 وج了 我届敗 你不覺得警察